順便參觀花博會 是吧 順便參觀他花了一百多億的花博會 以上就要這樣 辦法我們都有 其實我們不用提辦法他也知道辦法 他就是草率跟惡意 那為什麼要草率惡意呢 我們沒有得罪他 我們身格也是為台灣好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吐啊 我們大台人呢 因為我們這個不敢想像 謝謝各位 我們提問一下 那麼 這個 各位 接著就請各位提問 我不會稍微補充一下 給大家有個對照的概念 這個說的所謂都最方便 我是不是 提費所謂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沒有限制合併升格 如果沒有限制合併升格 當時這個 台灣市是增加31億 台灣縣增加41億 所以當時是增加71億 那這個 結果這個 和平升格之後呢 才增加多少 84億 這幾個13億 這幾個13億 然後呢 這個 和平升格 沒有和平升格 大概沒有增加 原則上就是 分擔 負擔 按照照舊 沒有什麼新增負擔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 和平升格之後 新增的 新增的負擔事項是高達 231.67億 231.67億 那如果說 扣除掉 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只增加13億 13億 13億 其實就是 我們剛好 有升格跟沒有升格 如果中央 我們不努力去 要求中央改變 我們會增加差不多 218.67億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努力的話 我們是等於 倒壇 288.67億 大概是這個 這個數字 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那 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聽說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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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放過 放過 說你沒有升格 多少錢 請到 好來 放過 有什麼問題 問兩位市長 就是說 剛剛市長說 發動100部遊覽車 有沒有一個時程 有沒有預計哪一個時程 有沒有 準備好就走了 那個 我想這樣 這個 要 100部遊覽車 以前還有很多事要做 還有很多事要做 那 我想這個 我們大概最近會有一個 那個 和平升格的小組的 會議 就是這個和平升格小組的會議 那 必要的時候 我們就來 請到另外 我們來聯絡 聯絡 行政儀 找 吳院長 我們來針對這個問題 做一個 溝通 把這些問題 讓行政院 也 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 大概 要去 大遊行以前 可能想一想 做一個拜訪 那 雷馬雄 有個人大分子 好 其實 其實 大家看資料 我們都已經提案了 我們聯合台中縣市長 高雄縣市長 台南縣市長 六個縣市長 已經提案了 對台中的考慎 考慎多少 他們增加幾億年 十二 十二 大中 是增加十二億年 我們是倒塌 八位 我們倒塌 你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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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是增加一億 我們是增加一億 但是倒塌 八位 大中的 是增加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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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塌 所以他們是 很差勁 他們很差勁 所以 在這裡看到的就是 平靜 財政 沒有 主業主 隨便 慶財務 這個 鬧笑話 這個 這個如果不處理的話 也顯示出 馬政府 的品質 跟能力 這很可怕 這很可怕 他這個 他這個 比武漢來 我被他在創 你去他 很多空間都會好好做 所以這是台灣 這個 馬政府真正的警信 他弄出這個辦公室 馬政府真正的警信 他還要大碗 外拔拔 外交作 外交文貴手 太太婆 還沒人家說這個 沒人家說這個 那 半碗我們都有提出來 可以好好解決 當然在建設部分 我們不諱言 以後 自下市的市長 他直接參加行政院會 有些建設部分 像生活圈道路 橋樑等等 都可以在行政院 透過專案的 這個計畫的爭取 可能拿到更多 你算是八市 捷運的錢都來 高雄市的捷運的錢都來 鐵路條的錢都來 輕軌的錢都來 那都是專案的 那種專案 這個建設部分 我們不見得說 這直轄市一定不好 一定不好 不見得是這樣 但是基本的這些 這個法定支出 基本的法定支出的部分 真的他這樣做得太可怕了 太隨便了 各位 各位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你們在台灣耍 我們就下課了 那你們之前的法定 中央都沒有什麼回應嗎 到現在都沒有回應嗎 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是說 其實中央也沒有那麼深入了解 我其實 我如果比較客觀來講 就是說 你若聽你若不愛的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中央其實是等於是說 藉著你的身格 把所有他的負擔 都要擔擔給你 我的八六四號給你 所以你自己的負擔 其實他們的態度是這樣的 就是 財政部的立場 還有主計處的立場 就是 藉著這個機會把所有中央要負擔的 都擔擔給你 這是他們的基本的態度 那可是 我們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之後 他們才知道說 那不是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正在 核算 還在 開始 因為這個是算錢的問題 那算錢呢 有很多是屬於幕僚的技術的 這個層次 所以我們是 所以我們才會說 縣市的各位同仁把這個 基本的財政各個面向的問題 呈現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 比較清楚 所以我相信 他們現在應該是 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當中 就是把這個問題 要擰清 然後把這個問題 做一個通談 現在可能還在過獎中 因為有人在質疑說 我們在提升格 收帖的時候 告訴我們的民眾 身格之下是可以增加 重量補助 220億 是不是這個 被騙了 其實 他有做到 他把每個人 15 15887 來算的話 是有做到 問題是出在 原來他負擔的 也同樣丟給我 所以我們才會倒貼 那我們假設是 他業務移撥 經費應該移撥 像台北市高雄市 他們早就平衡掉了 雖然說業務屬於台北市 業務屬於高雄市 但是他們那些經費 經過長年 調整調整 都已經平衡掉了 所以沒有新的這個問題 那是因為台北市 一下子升格 然後原來中央負擔的 我們沒有時間去平衡 所以一下子 這個經費 丟給我們 A尾丟給我們 我們就要倒貼 問題是出在這裡 所以他都沒有考慮 各個城市不同的階段 跟狀況 才會這樣子 事實上他用15887 乘以187萬 那拿到的這個 這個 減掉 原來我們拿到 100元而已 是增加220元 是有的 原來是有 用這個算法 是有增加220元 但是接著下來 這個 原來中央負擔的 農保 老保 年金 還有建設金位 一般補助 通通丟給我們的時候 那個倒貝啊 那個倒貝啊 是這樣的